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,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和平状态。 可是各国在武器研制上,简直是争先恐后,因为种种因素,武器研制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无力,各国武器是千差万别。 尤其是中国,近年来,在军事基础上也有突破,并且更有赶超美两大军事强国的势头。 如今,全世界最先进的三大武器均来自中国,这也是让国人感到无比骄傲的地方。 很意外的是,榜上有名的是航母也不是剑20,而是其他更加先进的武器。 排名第一的是中国第六代战机,在第五代战机上进行了很大的改良,不仅在性能上有其他国家, 而且还能满足各种高度和姿态下的机动性需求,并且能很好的兼顾引伸性。 第二是激光武器,我在激光武器的研发上,有了很大的突破,目前我毁有世界领先水平的五大激光技术。 激光武器是一种新概念武器,它所特有高亮度激光能极具杀伤力,如今中国这项技术远远超过美国。 第三是中国电磁炮,早在二战时的日两国,就已经开始进行电磁炮的研究,当时继90年代第一台电磁炮才的一位是, 反观我在电磁炮上的研制制度就格外顺畅,并且成功地将电磁炮缩小了不少。 电磁炮首次在我国上舰,经过多次试射电磁炮成功,我国在该预约的技术比美国还要成熟。 预计未来我国就成为世界上所为拥有成熟电磁炮的国家,纵观全球,美国虽然拥有的先进武器不是美举, 但是在先进程度就要落后,我国这三大武器啊,甚至这三大武器的威力,丝毫不逊色于航空武器。